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你的良师义友 咪卡 儿童文学共七篇 第四篇 很久很久以前 古埃及皇宫里有一位厨师 这位厨师厨艺高超 聪明能干 并且精通各国料理 埃及国王大摆筵席 招待各方宾客 因为客人非常多 所以这位厨师忙得那叫 以一个团团转 就在这手忙脚乱之间 厨师不小心打翻了一瓶羊油 见油瓶倒了 厨师着急坏了 他心里想 这瓶羊油贵得很 如果被人发现 是我打翻的 那可就完了 于是 厨师赶紧用手 抓了些芦苏灰 撒在了油上面 试图进行遮掩 过了一会儿 他用手捧着这些 混有油的芦苏灰 把它们偷偷扔掉了 回到厨房后 厨师发现自己的手 变得黑黑的 而且非常油腻 这油混上芦苏 可真是太脏了 我得想办法弄掉它们 一会儿 我还要做饭呢 厨师一边想着 一边把手伸进了水盆里 没想到 他只是轻轻地揉搓了几下 这些脏东西 就被洗掉了 而且 他以前手上的污渍 竟然也都消失不见了 看见自己的手 这么干净 厨师觉得有点 不可思议 于是 他叫来其他厨师 让他们都用半过油的灰洗手 大家照着去做 结果 手都洗得很干净 后来 国王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 他吩咐仆人 按照厨师的办法 制作出了 混合着油脂和草木灰的小球 放在洗手台上 放在洗手台上 供大家使用 这 就是 最早的肥皂了 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吗 米卡热忱地邀请你 到YouTube 和各大Podcast平台搜寻 现在休息室 献饼的献 修炼的修 帮米卡留下 满心的好评 如果你有什么话 想要跟米卡说的 也请踊跃地留言 并告诉米卡 你正在收听的集数 如果你想要看 本集的文字内容的话 请到YouTube搜寻 现在休息室 我是你的良师 也是你的义友 我是米卡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